母犬配过多少天需要打黄体铜 正常其实母犬它的这个妊娠期是非常短的 一般到58到62天之间 有部分的隔体可能要加7天 就算是这样 它的整个妊娠期还是比较短 黄体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胎用 保胎用是为了什么 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胎胃不振 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胎儿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才需要去保胎 但是在目前临床上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狗狗 是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的 是不需要打这个黄体铜的 第二种情况它需要打黄体铜 可能就是类似于它的雌性分泌不足 想让它去发行或者之类的一些问题 才需要注射黄体铜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去正确的看待是 母犬只要是怀孕了 你只要去监测它的整个怀孕周期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28天的时候 羽生必超去监测它是否有怀孕 大概还了几个 在40天到45天左右 去监测它的宝宝开心状态是怎么样 在58天的时候 在58天的时候去拍下X光 去看一下具体有几只 大概的个头 包括胎位的正不正 这样来去帮助它顺利地盛看 所以说大部分的狗狗在生日期 是不需要打黄体铜的